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 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期盼透过这段时光 所分享的生命故事 可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我是娟瑜 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好消息电视台 二十多年来 唯一不曾中断过的节目 刘三讲谷的主持人 刘晓婷牧师 刘三牧师他平常在 刘三讲谷的节目中 用流利的台语 讲述一个一个基督徒 在台湾的故事 但是今天听众真的有福了 晓婷牧师要来分享 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那么如果论到 刘三牧师他的学经历 专长还有他文字的 网络的 教会 舞台上的服饰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没有办法用三言两语来诉说 但是更令人感动的是 在这些外在精彩 丰富的背后 其实有着更多 小婷牧师他面对问题 并且借着基督信仰 克服困难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 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 一起来聆听 刘晓婷牧师 精彩的生命故事 刘晓婷牧师 刘牧师你好 你好 云彩飞扬所有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晓婷 刘牧师 是 刘三牧师 非常鲜明的形象 对 请问您现在除了录制这个刘三讲古的节目之外 您大部分的服饰是在哪些方面呢 我现在主要的工作 除了电视台的录影之外呢 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反而变成写作 那么再来其次就是在各地巡回的演讲讲到 大概这个就是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 因为我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一篇文章放在网络上 所以就成为每天固定的工作 那也因为这个文章而产生了很多跟网友的互动 或者是需要回答他们的问题 或者是刺激到他们生命的某一些痛处 而他想聊一聊 所以就衍生出了蛮多蛮多后续的工作量 但是这个是对外说的啦 那在我的心里面认定 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陪孩子长大 我所做的一切 除了在经济上给他们支持之外 那除了自我实现我的理想之外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孩子透过我赚钱的方式 透过我为人处事 跟我怎么样把我的下值观跟我的工作模式结合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教育 我会鼓励这是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有孩子未成年的话 当然要问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 希望我们都一起回答说陪伴孩子 所以这个目的其实好像也是 刘牧师您2008年到2013年 你人在纽西兰 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我的情况比较特别 我的为了孩子不是为了给他们受更好的教育 而是他们当时在台湾的教育产生了一些状况 就是心理因素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可能有一些孩子不知道是先天的性格 还是在适应这个整个台湾的社会制度的过程 产生很多的冲击 所以他会产生很多的抗拒行为 那么我也认识少数这种父母亲 那后来跟辅导 或者跟一些人讨论的结果就建议他们说 那也许你就让他到国外去 所以我基本上是属于这种因素 我有四个孩子 那么前面两个孩子上学就很一般很正常 可是到了后两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上学产生一种很大的抗拒 那么到一种我必须带他们去看心理科精神科的这种程度 我带去医生那边检查 医生做的检测是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这件事情也是带给我们大的困扰 因为从此以后我的孩子就认定 我带他们去看心理医生 那医生说他们没有问题 那答案就很清楚了 就是我有问题 了解 目前为止都是他们的说法 他们的官方说法 对对对对 他们说我爸爸有问题 竟然带一个正常的小孩去看什么 儿童精神科之类的 蛮有趣的啦 蛮有趣的 所以后来我们评估过后就觉得 可能我们要换一个环境 让他们度过这一段 还没有成年 还没有能力抵抗外界的环境的这种情况下 可能需要给他们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要出去多久 不过出去四年以后 情况有很大的改善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我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的 好那这个我们后面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来谈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我们回到您自己本身最主要的一个形象 就是在刘森讲股的节目当中 刘牧师您很鲜明的形象 就是穿着古装 是 拿一把扇子摇啊摇的 对 然后并且用很流利的台语 来讲述这些基督徒在台湾的故事 请问您流利的台语是怎么学来的呢 所以我常说 上帝要用一个人 那个方式或者说上帝的那个计划 那个是当你越往人生的后半步走的时候 你越觉得说 哇上帝真是太有心机了 上帝真是太会计划了 怎么会在我这么小时候 在我没有意识的时候呢 把我一个外省人 然后放到一个纯本土的环境里面 而当时我也从来没有任何的想法 或者更也没有想到说 有一天这个语言会成为我生命 这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完全是若干年前从来真的是做梦都没想过 因为我爸爸是沈阳人 妈妈是广东人 所以怎么样都跟所谓的闽南语台湾话 是完全是一点边都扯不上 但是因为那时候爸爸的工作是牧师 然后就在嘉义市 而且我们是住在一个渔市场的旁边 所以是非常非常local 我的左邻右舍 基本上你没有听到什么人讲国语 所以我从小 我基本上我的母语就是闽南语 就是台语 我只有在家跟爸爸妈妈讲国语 包括我们兄弟姐妹 我们家五个孩子 我是老大 底下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包括我们到现在 我们对话的时候 还是习惯性就是直接就台语 一直到现在 所以那不只是我在电视上的官方语言 基本上那也是我跟我周遭的 比较亲密的人的生活语言 所以这是一件很妙的事情 对啊好特别 而且这样子爸爸是牧师 要在那边做牧会工作 那他怎么跟外界沟通 所以这就妙了 我们当时是怎么样 因为爸爸不会讲台语 所以是讲国语翻台语 所以就会有一个人在台上翻译 所以我从小坐在底下 我会自己模拟 就是爸爸讲完一句国语 我的本能就是这句话台语是什么意思 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不上台 坐在底下 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个翻译者 这个是我的背景 你就自己在台下口译起来了 对对对 心意也没有口译 嘴巴没有动 心里面在想 真的非常的有趣 但是您在电视上主持人的这个角色 除了要讲台语之外 其实还要公共 还要讲故事 那小婷牧师您是从小就很擅长在舞台上说话吗 这真的是一件很绝的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很爱看书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玩具 也没有什么游乐园 所以孩子们最大的快乐就是读童话书 读这些书籍 就我小时候课余就很喜欢看很多课外书 那么当时学校有一个教育制度 叫做演讲比赛 演讲比赛之前呢 学校有一堂课叫做说话课 那就是要训练大家上台说话 但其实我是很不会说话 但是我很喜欢说故事 所以我记得我从国小一年级开始 说话课老师会叫大家上台讲笑话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会上台去讲很多我读过的故事 我觉得我是从小很喜欢讲故事 可是年纪太小 所以呢 应该也没有什么说话的技巧 反正就是喜欢讲这些故事 那另外就是因为在教会长大 那在乡下教会 教会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呢 教会很多的小朋友没事就会来教会 那就要有人去打发这些小朋友 那打发这些小朋友怎么办呢 就讲故事 所以我的说故事的能力 应该整个是从教会培养出来的 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 演讲比赛是我很大的一个噩梦 就是说我参加演讲比赛纯粹是因为我是外省人 所以我跟爸爸讲话的时候 我的国语比起我同班同谁 要好非常多 那这个不是骄傲 这是事实 因为各位同学 他们就是同谁 老叔 这很典型 我们在那边讲话 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台湾国语 就是我们的官方语言 所以当老师要派人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呢 我的背景是外省人 当然就被推派 因为这也是个苦差事 所以我是从国小三年级开始参加演讲比赛 但是那是很可怕的经验 因为我在台上双脚会发抖 脑筋一片空白 然后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都不记得我所有备好的讲稿 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我高中 所以我的说话生涯是很挫败的 我记得待我国小毕业的时候 妈妈问我说我长大要做什么 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我的回答就是只要不上台讲话 做什么都可以 那不是很妙吗 现在常常要上台说话 所以我说上帝很故意 很有心机就是这个意思 这很妙很妙 所以这个演讲的梦魇 从小三延续到高中 一直到高中毕业 大概九年十年 将近十年 那个是很可怕 尤其你知道吗 我国小毕业的时候 学校就说 我们今年来扩大举办吧 我们让比赛的人 在操场全校师生面前演讲比赛 那你想我连在教室里面 只有参赛者 我脚都会抖了 那你现在叫我到什么全校面前 那完全是整个放大我的恐惧 那反正我每一年编到新的班 然后呢 班上很少外省人 所以呢 我这个独特的背景 就每一年都被派去出公差 每一年都是很无奈的 被迫代表班上去演讲比赛 所以倒不是我自己什么 越挫越勇 屡败屡战 完全不是那个故事 后来到了国中 班上又是 大家都要拼升学 没有人要参加演讲比赛 老师就问说 有没有人有参加过 那就是我 所以我就很冤枉的 参加了无数的演讲比赛 对我的心里造成很大的恐惧感 所以我后来会成为一个说话的人 我觉得这完全是不可思议 而且在我心里面就觉得 完全是被上帝整出来的 那这样回顾一下您的父亲 其实一个沈阳人的背景 在云嘉南地区 这个很本土化的地方 立地生根 也是很奇妙吧 对所以那个对我带来的 文化的这种勋陶非常关键 是 我自己后来做 闽南语的工作 做都超过20年了 那么我很深的体会到 完全不是语文的问题 而是文化 因为语言就是在表达思想 所以呢 他想事情的方式不一样 他讲出来的语法就不一样 其实国语台语之间 那个转换的时候不是语言 一般的人就说 就我会讲台语 我就做台语的工作 其实不行 你必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很久 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你知道他的文化 你知道他的喜怒哀乐 所以我能够做台语的工作 绝对跟我爸爸在嘉义20几年 而且我们的活动区域也就是嘉义难 而且是在我的从童年到我的大学生涯 那个是一个人的根 所以我的整个根完全是所谓的中南部文化 所谓的草根性 很深很深的在我里面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上帝是很有规划的 其实在小时候你本来是不可能在那样的成长环境 可是却塑造出你现在工作主轴的能力 因为如果是按照我的背景 如果是一个媒体特质的话 我应该是在做那种纯国语的那种 而不会完全是走乡土巨路线的 这个是很妙 你说上帝计划 其实应该是上帝的阴谋吧 牧师比较大胆 那么您是成长在牧师的家庭吗 所以您自己信主的过程是自然而然就信主 还是说你也历经过一番深刻的体会之后 才觉知信主的呢 我是一辈子人家问我什么问题 我都很乐于回答 你就问了一个我最不喜欢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小时候在教会 教会常常会请人来做见证 什么江阳大道 以前什么吃喝嫖赌 各样坏事做绝的人 他都会很清楚告诉你 某一件事 某年某月某日 某一个时刻 他身体中产生一个极大的变化 我从小听这种故事 听了无数啊 我就常常纳闷 神啊 那我呢 我跟你之间是什么故事呢 没有故事 因为我很乖 就是爸爸叫我干嘛 我就干嘛 爸爸给我的金箍咒 就是你也是老大 要给弟弟妹妹做榜样 所以呢你不能够反抗 你不能够带头造反 所以呢台风天下雨天 一样你要去做礼拜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你要扫教堂 所以我从小是在一个宗教环境里面长大 我其实很难说 我自己整个得救的这个过程 因为它是一条曲线 它不是某一个点 所以我很难跟人家叙述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一件事就是 整个成长的过程 我不断的怀疑 我爸爸他传的 是不是他自己也搞错了 我爸爸是姓主 是因为他当年得病 得了肺病 那时候是传染病 很严重的 那我爸爸他们家都是单传 没有男人活过五十岁 所以我爸爸就 后来那时候宣教室 把福音传给他 我爸爸心想说 我都已经离乡背井 从大陆飘洋过海到这里来 所以如果真的 这一位神是真的话 你能够救我 我就信你 那后来我爸竟然就很神奇 就没有死 所以后来我爸爸病好了以后 就去读神学 后来就反而做了牧师 我那个时候不懂 就会怀疑 所以我的信仰过程 经过了很漫长的质疑 叛逆跟宗教比较 再加上你知道 我从小在云嘉南那种地方长大 我的整个台语的这种塑造 完全是来自于歌仔戏 布袋戏 这些民俗文化 那你知道早期的这种民俗文化 都跟民间信仰结合的很深 他演的戏嘛 很多是轮回 阎罗王 很多东西 那我们那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太多翻译的书可以看 所以看的也都是什么 所谓的中国民间故事 就是全部都是鬼啊 神啊 所以在我的脑袋里面 基本上是两套系统在运作 一套系统是所谓的基督教西方上帝 一套系统是非常本土的 妈祖 观音 土地 宫 玉皇 大帝 那这个在我的里面 在纠结 我当然要问 哪一个是真的 那你说我从小听了很多的见证 但是各位很抱歉 那个民间信仰的神迹奇事 不会比较会少的 我们到那个庙的前面 看到他们过火 然后鸡同用刀砍自己 穿舌头 然后吃香灰病会好 梦到什么 妈祖显灵 米挂 算命的 八字的 风水 这些多了 太多太多了 那我从小在这样的背景里面 我从小就是在进行 民间信仰跟基督教之间的对话 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是 所以我大概说不出 某年某月某日 我的生命有了一个 所谓的奇迹式的改变 但是我非常明确 我的生命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不断的在问上帝说 你是真的吗 是 所以在你的这个小小脑袋里面 在信仰的部分 就等于是运作着双核心 对 那但是您后来 自己也成为牧师 对 所以必定有一个 从怀疑到相信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是它是经过一个 不断不断的确定 因为思想是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的从小 大家跟我讲说 神很爱你 OK 所以我的理性知道 神很爱我 但问题是呢 我的经验不是这样 因为爱是一个真实的感受 不是一个脑袋的观念 那我想神如果很爱我的话 我应该在我的心内 觉得温暖 觉得peaceful 觉得warm 觉得人活着好棒 可是不是 我记得我从国小三年级开始 我就会慢慢有自己的思考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要让人死 人为什么要死 上帝你让人家死 你还有脸说 你爱我们 为什么要有战争 上帝你在干嘛 玉皇大帝都管得比你好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战争 而且还有一些战争 是因为宗教引起 上帝你根本就是货源 你就是乱源 你还在讲你爱我 好 那这些都是比较 哲学性的思考 可是从我个人经验来讲 因为爸爸妈妈 那个年代是很威权的 爸爸的爱的语言 就是严厉的要求 那么妈妈爱的语言 就是盯着你 要去做对的事 所以在我的心里面 真实的感受 我常常会问说 真的有什么 如果神爱我的话 为什么我感受不到 而且我从国小三年纪 我常常在想 我用什么方式去自杀 我会觉得我活得不快乐 我觉得我是垃圾桶捡回来的 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 没有什么快乐的事 我的里面其实很悲观 那我很孤单 我会在教堂的长板凳上 自己说在那个长板凳上 然后没有人知道 因为礼拜堂很大 院子很大 很空旷 然后就开始自我寻找 说我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活在世界上 有很多的冲突矛盾 所以是经过这种过程 我去思想 为什么有战争 我觉得我对上帝 有很多的挑战 觉得上帝不合理 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真的是经过十几年 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一直都有去教会 因为很乖 大学的时候也是 都有参加这些教会的活动 每个礼拜去做礼拜 是一个非常虔诚 而且非常非常忠心耿耿的 一个教徒 那你问我那时候 重生得救了没有呢 我觉得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点 让我很确定 某一个经历 但是我很确定的事情是 这整个过程我越来越确信 不管我对上帝有多少不满 我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因为在差不多十几年的漫长的思考 过程的当中 我已经自动的把其他的宗教 都淘汰掉了 所以我会后来成为一个牧师 很多人说 你爸爸也是牧师 难怪 一点都不难怪 是才怪 因为很多牧师 打孩子死都不想再做牧师了 所以我爸爸是牧师 跟我自己成为牧师 这两件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很清楚知道 我后来做出信仰的选择 跟我后来甚至于尾声去服侍神 这绝对是我个人的选择 因为我经过十几年的时间 我把轮回淘汰掉 我把民间信仰淘汰掉 我把所有那些 曾经困扰过我的都淘汰掉 我非常确定有一位神 而我很多的问的这些问题 也随着我对真理的认识 而渐渐得到了解答 所以这样算起来 应该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最后那一关是我开始思想我的人生 那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都也只不过是赚钱发财 那个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因为我从小想太多东西了 死亡离我太近了 我从三年级就开始会想自杀的事情 所以这些世界上的名利 这些对我讲太短暂 如果你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吸引我 我觉得我的人生 那就是完全是浪费了 所以在大学毕业那一年 我就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要不要成为一个神职人员 我要不要开始去传递 这种比较形而上的东西 但是那一年也就成为 我跟上帝最后一回合的对决 也就是说这个回合 要是我过不去的话 我可能就充满了矛盾 可能就浪迹江湖 因为上帝没办法说服我 为了一个真理而活 那如果不会真理活的话 那我就会摆烂 因为任何大家觉得有意义的东西 对我来讲 我都觉得没意义 我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那一年很关键 可是如果我要成为神职人员 看起来是比较符合我的崇高的期待 可是如果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话 我怎么可能去说服别人 所以我只能告诉你那个时间点 是在我大学毕业1985年 我从东海大学中文系毕业 那一年的暑假 是我跟上帝最后一个回合的对决 那一年我很痛苦 真的觉得你跟真理对决到最后一个回合 跟上帝摔跤 还是有些东西答案还没有出来 但是要你丢弃这条路去走别的路 你又不甘心 可是你又不得不赶快做出一个决定 你现在到底要干嘛 你要去上班 还是你要去考神学院 从事神职工作 那个是一个很激烈的拉扯 所以那一年暑假的两个月 我非常痛苦 我都还记得 我在教堂里面很生气说 上帝你 要么你就给我个答案 你就给我个了断 你干脆一点 你不要这样子折磨人 要么你就跟我显现 你就让我很清楚知道说你是真的 然后我过去的路都没有白走 要么你就放我一马 好不好 我不要你了 就算错 反正我也甘愿了 因为我实在太痛苦了 所以到后来 我就做了一个很妙的决定 我说 好 你都不跟我讲话是不是 那可是呢 我又下不了决心 就从此以后去浪迹天涯 好 那我呢 去考神学院 但是呢 我不会读任何书 我不做任何的准备 你有本事 你就把我弄进去 进去以后呢 你有本事 就让我在里面 对你心悦成福 要不然的话 我试读 读完一年 从此以后你走你的路 我过我的桥 从此又不要再来烦我了 就我很确定的话 就是1985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好 那待会我们再请刘晓婷牧师 继续分享上帝是如何带领他 后来成为一名牧师的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待会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他的话 相信他的话 让他有机会承诺 接受他的爱 让他有机会证明 他并不像是人 他从不说谎 他并不像是人 他永不改变 上帝的心 愿意等你 愿意等你 上帝的心 等你 愿意 等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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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出你的手 让他有机会 让他有机会握紧 打开你的心 让他有机会清静 相信他的话 让他有机会承诺 接受他的爱 让他有机会证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节目中的来宾是 大家并不陌生的 刘晓婷牧师 刘牧师是好消息电视台 刘三讲古的节目主持人 如果您看过这个节目 一定会知道 刘晓婷牧师的台语之六 就像是个道地的台湾人 但是真的很特别 刘牧师父亲 竟然是外省人呢 台语之所以道地 是因为小婷牧师的父亲 也是牧师 牧会的地点在嘉义 是台湾很本土化的生活圈 因此从小耳濡目染 台语后来就不只是 小婷牧师主持节目的语言 也是他和弟弟妹妹 沟通的主要语言 还有一个颇令人压抑的事事 能言善道的刘牧师 求学时期竟然足足有十年的时间 惧怕上台演讲 另外刘晓婷牧师 虽然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中 但是成长岁月中 却似乎感受不到上帝的爱 加上生活环境中充斥着民间信仰的文化 因此全能的上帝和各显神通的神明 让外表顺服的刘牧师 在脑袋里其实常有激烈的思想论战 直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刘牧师略带赌气地跟上帝说 那他去考神学院 如果考上也愿意试读一年 但是如果上帝没有办法在这段时间 说服他对基督信仰心悦成福的话 未来刘牧师就跟上帝划清界限 所以结果会如何呢? 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刘晓婷牧师的分享 刘牧师那后来你考上神学院了吗? 后来也被我爸骂 说你不是说你要去考神学吗? 我说对啊 你怎么整个暑假都不读书 每天不知道在干嘛 我就说如果我读了书考上的话 那就不叫上帝的带领了 那就叫我厉害 其实这个思维是错的 可是当时就找借口嘛 我就不读啊 上帝有本事的话 他就让我考上啊 我爸被我气的哦 就是扭 就是跟上帝闹别扭 那结果很奇妙 因为神学院一般来讲是要读三年嘛 结果呢 我就考了 考完以后呢 因为毕竟你知道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所以呢就考上了 但是考上是知识上考上 认定说你的圣经程度是够的 可是呢学校来一封信 所以我们跟你谈话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很确定 你适不适合做神职人员 所以呢学校决定 不让你读三年 就是让你读一年 我想说啊 太好了 郑重下怀 对我本来就只想读一年 你不让我读一年 你录取我三年 我读完一年 我也是会跑掉的 我觉得上帝你太妙了 这第一回合赞成平手 你要试试我 是不是 我还试试你了 现在是谁试谁 好有你的 我考三年 你给我考上一年 是不是 好 所以我是在这种心态里面 进了神学院 是 但是那一年 在神学院里面 彻底翻转我的人生了 也就是说我后来才懂 原来我从小到大 真的很多人对于上帝是谁 对于这个信仰 对于什么叫真理 其实没有完整的论述 那我是一个很理性思考的人 所以我见了神学院 我才知道原来过去这么几十年 我说是在上帝的家里面 其实我根本没吃饱 我根本没有有系统的 好好的去认识真理 那就蛮信你知道吧 就是我也不能否认有神 那我否认有神 我其他的 我的整个生活的价值系统 全部都崩溃了 可是我承认有神的里面 我却有很多的不懂 很矛盾 那一年 当然不可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可是那一年 把我从客厅带到了主卧室 我就开始看到那个真理背后很多的浩瀚 我就发现露出来了 所以那一年读的神学让我知道 原来以前很多东西 我自己满想都想不通 搞半天 原来有这么多神学家 他们比我更苦闷 他们比我更疯狂 他们早就想过无数我想过的问题 而且他们还想过很多我没想过的问题 那就有趣了 所以读完一年我二话不说 马上转读两年 读两年出来以后呢 先到教会里面来实际的实习两年 然后我后来再回去把最后一年读完 那我现在回想这个过程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也因此我后来就下定决心 我要做一个有能力论述真理的人 可是那时候神学院毕业也就二十几岁 算起来二十五六岁 那也没有想到说后来真的也就透过电视 就是成为一个不断解释真理 让人家听得懂的人 所以直到现在 人家说到我的话 特色就是我讲的道 人家听得懂 就是我讲的这些信仰的论述 人家听得懂 那这个其实整个故事就是这样来的 是 那刘牧师您受洗的时间点呢 受洗的时候是在国二 也就是还有很多怀疑的时候 事实上就顺着潮流受洗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以前传福音只有两招 一招叫威胁一招叫利诱 威胁就是说不幸会下地狱 利诱就是信耶稣会很好 所以在当时那样的文化里面 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我也不可能去信什么其他的 那些民间信仰的神 所以当时我很快就受洗 可是回想起来 受洗的时候真理其实是不清楚的 好像蛮多牧师的孩子 反而是在不清不楚当中受洗 这是我们的背景 所以你知道我后来也有一段时间 我是专门在关心牧师的孩子 英文叫PK 可是香港他们在讲PK 就是讲一个人很无厘头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同义词 就很多牧师都说 我们其实整个信仰的过程 跟后来我们的为人处事 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冲突矛盾 搞到后来有时候那个性格 是蛮无厘头的 那刚刚刘牧师有提到说 就是现在您的电视的服饰里面 有很多的人反映说 您讲得到他们听得懂 那在这个讲的方式里面 还包括了很多的说学逗唱 那这个说学逗唱的部分 又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这个说学逗唱就真的是 极各式不同的门派于一身 这方面的完全是来自于布袋系 我从小因为没有什么玩具 我们的玩法就是拿几张卫生纸 把它搓成一坨 然后塞到一个手帕里面 它就变成一个没有五官的木偶的头 然后呢就很简单 两坨卫生纸塞一塞 然后一条橡皮裙 然后两条手帕 然后左手右手就开始对打 那我一面对打一面我就学 所有的那些布袋系里面的口白 然后就开始讲话 就不是正常人讲话了 你走哪里去 别走 我带你去看 就完全是野台系那种口白 比较夸张 因为你在野台 你必须用夸张的口白 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夸张的口白还有动作 所以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文化 自己跟自己玩 一个人分事多角 声音千变万化 所以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那么我爸爸是外省人 所以我爸喜欢听相声 所以我一天到晚在家里面 在车上无聊的时候 就听的全部是相声 单口相声 双口相声 所以那些东西就在我的里面自动融合 自然而然的就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那种古代的那种 拿个扇子 这台湾的文化 劝势 就是劝大家要做好事 因为古代很多人没有读什么书 我来念我来 让你听 做人都要安装 就这些劝势歌 然后就怎么样 就是把做人的道理 不是用讲道 而是用一种比较具有艺术 或者是戏剧元素的方式 去表达出来 所以从小受到这些薰陶 所以长大以后就自然而然 会把它应用在我的这种传递真理的过程中 成为一种技巧 所以在后来好像也有一段时间是在宇宙光 全人关怀机构服侍 对 那时候您做一个爱心步道团的团长 对 也完全是融合小时候的这些经验 来带这个团队吗 这是另外一段故事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看了这个宇宙光杂志 那宇宙光杂志在讲一个观念 就是福音 因为它毕竟不是我们文化原本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让人明白真理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我从小就吸收这个观念 用艺术音乐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圣经说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神面前 所以我接受这方面的训练很多 那然后又因为从小在牧师的家庭 对于宗教活动 对于教会活动 从小参与 那演戏的部分从小很小的时候 就圣诞节演小绵羊 后来开始一直演演演演演演演 后来升级就演约瑟 就从羊开始演小时候 后来演牧羊人 牧羊人再演后来有一天 演到约瑟就第一男主角了 就这样所以在教会里面舞台不陌生 等到我神学院毕业以后 我觉得我应该要传福音 应该是到一个最有心跟群众沟通的团队 所以后来就选择宇宙光 那孙叔叔也在里面 做义工 所以就去里面 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是要带一个步道团到处去讲道 到处去传福音 所以呢为了要去传福音呢 那时候没有什么说学逗唱 为了传福音呢 倒是练就了我的文字工作 因为宇宙光是杂志 我记得有一天总干事林志平 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那时候我刚去 他说小婷啊 我看你的背景 你是中文系是不是 我说是啊 他说那你应该要写啊 你是中文系的 你怎么能不写呢 其实我写很烂 你知道吗 我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作文分数高一点的话 我就读国立大学了 我读到就不是东海 我可能就台大中文了 开什么玩笑 我的作文 哎呀真是非常一般般 可是呢因为福音的使命 人家就说 你不是表现你的才干啊 你是为了上帝写的啊 好吧 所以一句话 我从那时候开始 先从宇宙光那时候 有一份跟读者沟通的刊物 叫光谱 从那时候开始 后来开始渐渐的 偶尔在杂志上 稍微写一点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 基督教论坛报 就也邀请我写一些 对教会的现象的看法 那个时候 开始有些新的潮流啦 敬拜赞美啦 这个那个啦 教会开始 越来越多元了 所以呢论坛报也邀请我写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写 所以这个写 等到我带步道团的时候 我就心想说 一天他们讲多烦啊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当学生的时候 招会在底下 最讨厌台上的人讲道理 所以我将心比心 这个当然是用演的 比较有趣嘛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呢 改变一个形态 我就开始自己写剧本 反读啦 反飙车啦 反自杀啦 各种各样的 我们就开始用 完全是自创剧本 因为没有什么道具啊 然后我们去的很多的 学校的舞台 就是一个司令台 所以那段时间是 让我在文字工作上 再来就是在于 戏曲剧本的写作 再来就是唱歌 因为步道团 大家出去嘛 那时候最厉害就天韵啊 可是天韵多难请啊 我们当然就自己来啊 那从小在教会师班唱啊 所以呢 就一群人上台唱歌 那你知道我是很怕上台的 因为演讲比赛的经验 那伤害太深了 可是一群人我就不怕 可是总是有的时候 然后人到不起啊 所以搞到后来就逼得你 硬着头皮 一个人也得上 所以这完全练出来的 后来就没办法 台湾话叫 没有牛就知道 马也只能上场了 就耕田去了 所以渐渐的 我就变成自弹自唱 自己拿一把吉他 自己搬一台keyboard 然后有时候大家不能去 没关系 我自己一个人去 去学校演讲 那就是真的是要 完全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要去处理 所以也就这样 真的是直接在实战经验 这样磨磨磨 所以那几年的经验 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感谢观看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 在宇宙光的时候 开始做广播 那宇宙光就说 台湾的民众都是台语的 小婷你可不可以讲台语 我说我当然可以讲台语 所以就这样 踏进台语广播 那因着台语广播 后来有一些人 他们想要做电视 那他们要做电视的时候 就想说 那我们在家看电视的 都是台语的阿公阿嬷 我们做个台语节目吧 去哪里找人呢 去台语广播找人吧 所以我还记得有一天 我在录音室 然后完了以后呢 就有一个人出现在门口 他说我们是一群 准备要用电视传福音的人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你的台语广播 你有没有可能 把你刚才讲的方式呢 换到电视前面讲 我说可以啊 因为反正没有人 你知道吗 台下没有人 我不会紧张啊 所以一台机器对着我 我就讲得很开心啊 所以后来就这样 从宇宙光开始了 电视的服饰 非常地多元化的发展 所以我说上帝那个阴谋 实在是太恐怖了 上帝真的太有心机了 用各种方式 然后这边补墙那边弄 弄弄弄到今天这样 你知道我后来做电视 我说哎呀你们可不可以找别的讲员啊 怎么都找我啊 他说刘牧师 不是每个人都是能够对机器讲话的 很多牧师是一定要对人讲话的 我才发现 哦原来我小时候演讲比赛的经验是为了今天啊 就是为了我不喜欢底下有人 就都不要有人 机器对着我 我从早上九点可以讲到晚上六点 我们最早期一机没有三机的 就一台机器那个摄影师是拍婚纱摄影的 然后就说反正我有机器 我们来拍福音节目 那多累啊 我就说你就睡觉 你把机器打开你就睡觉 然后我录完以后 那个要换袋子了 我在叫你 就这样 所以他只负责换袋子 机器不动的 没有什么阵阵阵 没有 就从头到尾一个人讲 那画面看起来其实蛮枯燥的 很枯燥 但是为什么给我很大的鼓励 连这么枯燥都有人看 为什么有人看 因为他只看得懂台语 国语的节目做得再好 他们根本听不懂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 所以虽然是有一台机器对着我 我还是做得很高兴 而且也确实很多人说 我阿嬷都有在家看 那我就知道说 Bingo 确定有观众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动力 支持我一直做到现在 所以刘牧师非常非常多的才华 这个说话演戏唱歌 然后弹吉他弹Keyball 写剧本写歌 是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但是最开始也讲到说 这个一切的服饰呢 好像最主要就是这个过程 其实你是要陪伴孩子长大 对 所谓的陪伴孩子长大 因为你知道我过去 其实是有一个自杀倾向悲观的人 所以当我在神学院认识真理以后 我的整个思想有很大的反转 我才发现生命太宝贵了 我以前怎么都不懂 为什么我只是因为生命很苦 我就否定生命的价值 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心愿 我一定要做一个 让人透过圣经真理 找到生命价值意义的人 我会用各种活泼的方式 让人体会到生命的美好 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一定要让生命传承 所以我非常看重青年工作 因为我觉得青年人被社会忽略 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 所以他们的情绪 他们的想法都被忽略 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 我觉得大人都不了解我 我觉得你们都用你们的想法 谁care我 所以我还记得 我应该是国一还国二 我心里面就下一个决心 将来长大以后 我这一辈子都要当青少年的朋友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在誓言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都活在这个承诺里面 所以我经常都是成为青少年营会的讲员 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做青年工作 他们就问我说你能做到几岁 你越来越老 我当时就毫不犹豫说我会做到我死 那一直到现在我这个信念没有改变 我非常确定 哪怕我80岁 我依然可以对15岁的孩子讲话 而且让他们觉得有趣 让他们觉得生命很宝贵 那所以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一定要让 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 就是我自己的孩子 一定要先从爸爸的身上感受到 生命是值得活一招 而且一定要活得神采飞扬 一定要活得很有价值 所以你帮助了这么多人 我觉得最难的是 怎么帮助自己的小孩 因为你去演讲 讲50分钟 大家拍拍手 这个比较容易 可是你天天跟你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你生命最真实的那一面 全部都暴露在他们面前 而怎么样让他们看到 爸爸这么不完美 可是生命还是很美 所以这个成为我心中 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 是 那么不管是要让外在的青少年看到 或是自己的孩子看到呢 尤其是自己的孩子要看到这一面 必须首先 您要有一个伴侣 对 跟你一起 所以我们先问问小婷牧师 您是怎么跟师母认识交往 跟结婚的呢 对 这个如果要讲我的恋爱史的话 那可能要另外录三集 那您今天简约一点的告诉我们 对对对 那个是不堪回首的过去 对我的感情世界实在是很糟糕 那么就是因为我有很糟糕的过去 所以当我最后一段恋爱谈完以后 那时候我28岁 在教会谈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 把人家搞得很惨 真的是自己充满罪恶感 那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 说我绝对不再随便伤害别人了 我觉得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内在医治那些 那时候这么不懂 但是只有意识到说 我的内在世界其实很幼稚 所以我就觉得无论如何 我应该要两年的时间 不要再谈感情了 我觉得我自己一定要花时间整理我自己 我要安静 所以一直到我是30岁结婚 28岁到30岁 整整两年 我就完全整个脑袋放空 都不去想感情的事情 沉淀 沉淀 专心的面对自己 专心的处理自己 从圣经的观点叫做对付自己 就好好的整理自己 那其实也曾经想过说 不然就干脆不要结婚好了 我是个troublemaker 我是专门害人的 我干嘛 我不要结婚好了 那时候对自己很没信心 对感情很没有信心 但是沉淀两年之后 遇到了就现在的太太 在哪里遇到呢 在宇宙光 她刚刚进宇宙光 她是本来在东吴大学校牧师 那后来就也是对船福音很有负担 她也是神学院毕业 所以她就到宇宙光去工作 在那边就没有办法 就一见到这个人 就整个就不祥的预感 不祥的预感 就是说完了 沉淀不下去了 对对对 完了 可能那个单身的决心也没了 就觉得大概今年就要结婚了 本来是想沉淀一下 后来沉默了 沉船了 所以后来遇到她 两个人就一拍即合 因为两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 对灵魂的热情 跟对生命的热爱 所以完全是因为 两个人的那种人生终极的追求 太一致了 太一致了 所以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怀疑的情况下 很短的时间就在宇宙光 然后跟师母一起在布道团服侍 对 他就觉得说 这个人他那种爱灵魂的心 他对信仰 他对上帝的坚定 完全跟我是同一挂的 那我们就在找一个同路人 因为不同心不能同行 所以后来我们两个就决定说 那既然我们下一个人生的阶段 是准备要去教会工作了 那就离开吧 那一进教会 我已经在教会太久了 一进教会单身又是适婚年龄 那个困扰太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算了 就直接一次了断 所以我们就结了婚 再进教会工作 所以就这样迈入婚姻 这个其实不是很好的示范 但是我觉得是神有恩典 就让我们在那个时候 到了那个阶段 就必须做那个决定 我觉得这个婚姻充满了感恩 其实我娶到这样的一个人 绝对是我的福气 绝对是福气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陪你走几十年 你都无话可说 真的那个是 除了感恩之外 没有别的东西 是 那刘牧师结婚之后 在婚姻里 服饰上 以及孩子的教养上 一定还经历很多上帝的带领 我们将在下一次的节目中 继续邀请刘晓婷牧师 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今天就在这里先告一段落 谢谢刘牧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是《云彩飞扬》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 刘晓婷牧师的生命故事 中心的期盼 透过这一段时光 我们可以一起来对生命做一些省思 圣经诗篇七十一篇十七节说 神啊 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 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这句经文颇能反映刘晓婷牧师的生命 从小成长在牧师的家庭 父亲规定身为长子的刘牧师做榜样 一年到头 不管晴天 雨天 主日都一定要到教会 因此关于圣经的教导 刘牧师非常的熟悉 以至于考神学院的时候 即便没有特别的准备 还是考上了 而现在也是一位借由电视主持 网络文章 寻回讲道 而到处传扬上帝奇妙作为的牧者 而上帝在刘晓婷牧师身上的奇妙作为 透过各种出人意外的方式彰显 就像刘牧师所说的 这边补墙 那边修 让他一位外省人 如今能够用流利的台语 来做各样的服饰 在自己很理性的宗教比较过程之后 也立志成为一位牧师 成长着让人听得懂得到 也在自己苦涩 想自杀的成长历程之后 怀抱着一辈子想做青年人朋友的内在誓言 多么奇妙呢 从前刘牧师问过上帝 我和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但是在他就读神学院 在真理上扎根之后 上帝和刘牧师也发展出了精彩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 你和上帝之间有没有故事呢 您想要跟上帝之间有美好的故事吗 刘牧师的分享告诉我们 一切要从真理的真正认识开始 圣经诗篇119篇73节说 你的手制造我 建立我 求你赐我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让我们跟神这样求吧 求上帝赐给我们悟性 能够明白他的真理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取得了来宾刘晓婷牧师的同意 将他的生命故事 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 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 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 能够借着您的分享 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 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 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 函寿课程 有专任的圣经函寿老师 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 借由函寿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 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寿课程 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和我们联络 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是涓鱼收就可以了 今天的节目内容接近尾声了 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中也要感谢我新旋律音乐事工 以及旧式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 顺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 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 能够天天经历神 步步有主同行 云彩飞扬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如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地追求 能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 好 eman怜悦 有人曾经告诉我 有人曾经告诉我 他导致带在寻找我 还能够把风波 我无法忧能够遇出 我心中多快乐 我又见到的太阳 我心静静跟飞跳 我曾还要再来到 Zither Harp 朋友你竟在哪里 四处奔跑何时宜 如果你还愿意听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座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座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曾满足心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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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